马上来关上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国防部长邱国正呢 最近他的儿子是卷入了 朝季染黄的蝴云 而又传出呢 这个邱国正今天原定呢 是受要来到立法院报告 他之前呢是跟赵伟来做请假 赵伟也是准辞了 不过今天上午呢 邱国正还是照常出席了委员会 决定呢要来亲自和向外界大家来说明 而在这个进入到委员会之前 邱国正也跟媒体来亲自说明了 他更是激动到一度哽咽 带您一块来关心 造成纷扰的社会大关切的 真的是当万分的切 就有点疲惫 所以那天28号中午 知道的状况以后 经过一番折腾 我当天我也跟总统提出请示 他也当了威流 孩子他受到的 他点了火 他一定要承受 但我跟各位报告 家人也会做他的支出 因为毕竟他说孩子 所以我们要承担 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并不期望 他有什么 就我信心要干的 我会做本务工作 还是跟大家保证 可以听到出国正 他是速度的向外界来盗窃 很抱歉的一位家里的事情来影响到了 包含是他儿子的服务单位以及他自己 而他也一度是向蔡总统来请辞 不过后续是包含像是总统 还有准总统赖清德 以及萧大使 还有前行人长苏贞昌等人 都是特别致电 向他关心 因此他也表示 他自己会来挺得住 不过说过正也是表示 由于这把火是儿子点的 也会要求他来亲自说明 不过有关 他儿子是在国安局工作 而且这个情报员的身份也意外被曝光 是否也会依相关的法令来做侦办 作证也表示一切都依法行政